这是沙哈尔老师公开课《创伤后的成长》我的解读第四期 我们继续来看看沙哈尔老师讲心理学上的ABC 怎样能够帮助我们从创伤中成长 C. Cognition 认知方面 指的是创伤会给我们带来负面的想法 我们可以通过正向重构来改变自己的认知 虽然事情的发生并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在任何情况中的最好的可能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 不要浪费任何一个好的危机 我们要从危机中从创伤中看到机会 那怎样进行正向重构呢 这个可以从Spire里的智力福祉找到很多方法 沙哈尔老师分析了两点 一是建立和谐感 我们可以通过书写的方式来帮助自己理解发生的事情 梳理信息 分析这些信息 让我们感到这些是在可以掌控的范畴之内的 让我们看到所发生的事情背后的意义 或者能够给它赋予意义 而是Benefit Finding 就是看到好的方面 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事实啊 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既是客观的 也是主观的 我们每个人眼中的世界是我们选择看到的和理解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刻意的去寻找好的一面 对我们有益的一面 用积极正向的视角来看世界 这就可以让我们从认知上来帮助自己 在创伤后成长 变得反脆弱